治病救人 作者贾平蛙 我第一次认识张红斌 张红斌是坐在我家西墙南边的椅子上 我坐在北边椅子上 我们中间是一尊巨大的木雕的佛祖 左右小个子就那么坐着 丑陋如两个罗汉 对面的墙上有一副对联 相坐一无言 不来呼一君 感觉里我们已经熟了上百年 我们最先说起的是矮个子人的好处 从拿破仑康德到邓小平鲁迅 说到了杨古县的那一位 两人哈哈大笑 我们不忌讳我们的短 他就一口气背诵了水浒上的那一段描写 我说你记忆力这般好 他说你要不要我背诵你的书呢 竟一仰头背诵了我一本书的三页 我急惊奇却连忙制止 此书不亦背诵 问他看过几遍就记住了 他说三遍 我说你还能背诵什么呢 他说看过三遍的东西都能记住 就又背诵起《红楼梦》的所有诗词 让贾宝玉和金灵十二差全都到我家办诗会了 但我请张宏斌来 并不是因为他是记忆的天才 他的本行是医生 要为我的一个亲戚的儿子治癫痫病 我差点迷醉于他的记忆力的天赋 而忘却了他是医生 他看了看亲戚的那个患病的儿子 笑了笑说要苦你吃不吃 儿子说我爱吃糖 大家都乐起来 我将那小子拉过来 在他汗津津的背上搓 搓下污垢卷让他看 几个大人立刻向我翻白眼 以为当着医生丢了面子 张宏斌留下了几袋玩药 开始详细吩咐 什么时候吃什么大碗 什么时候吃什么小碗 即讲究节气前后的时间 我要付给他钱 他不收 提出能送一两本我的书 我的书都在床下塞着 他似乎不解 我把配置的药丸 是藏在架子上的瓷罐里 你怎么把书扔在床底呢 我说你那药是治病的 他说书却救人呢 我笑了笑 救谁呢 一本书送了他 一本签上自存自救 放到了我的床头柜里 他的这些药丸 极其管用 亲亲的儿子扶后 病随消除 数年间不再复饭 医生是我尊敬的 而这样的齐人更令我佩服 以后我们就做了朋友 他住在齐山县 常常夜半来电话 浓重的齐山口音传染了我 我动不动也将入念成日 一次作协研究要求入会的业余作者 讨讨论半天意见不统一 我一急说道 有什么不高兴吗 人家要日 就让人家日嘛 他常常被西安的病人请了来 每次来都来我家 我没有好久 却拿明前茶 请请上座 就坐在佛祖旁的椅子上 我们就开始说红楼梦 说中医 说癫痫 说忧郁症 说精神分裂 这现代生活构生出的文明病 张宏斌说 医生最大的坏处是 不能见了别人 就邀请人家常去他那儿 这是对的 监狱管理员邀请不得人 火葬场也邀请不得人 中国人有这么个忌讳 但我给张宏斌介绍了许多 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 还有许多名人和官人 谁的头都不是铁箍了的 名人和官人也是要患病的 作家可以拒绝 医生却要请的 没病也要请 这如在家里挂钟葵巷 同张宏斌打交道的几年里 我也粗略识得什么是 癫痫和精神分裂病 什么人一患这类病 和什么人已潜伏了这类病 并且看他治病悟出了一个道理 病要生自己的病 治病要自己拿主意 这话对一般人 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对一些名人和官人却至关重要 名人和官人没病的时候 是为大家而活着的 最复杂的事到他们那里 即得到最简单的处理 一旦有病了 又往往就也不是自己患病 变成大家的事 你提这样的治疗方案 他提那样的治疗方案 会怎样研究啊 最简单的事 又变成了最复杂的事 结果小病当成大病 大病当成了不治之病 张鸿斌治病出了名 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往祁山去 他收入当然滋润 而且住宅宽展 他说你出书困难了 我可以资助你 西安没清静地方写作了 到祁山来 我很感激他 年初我对他说 你叫我当医生 他说 我正想请你叫我写文章里 两人在电话里呵呵大笑 那就谁也不交谁了 现在我仍在西安 他还在祁山 十天半月一回见面 一个坐木雕佛祖的南边 一个坐木雕佛祖的北边 丑陋如两个罗汉 硬了 感谢观看